廖凡是中国内地首位柏林影帝 一直以来凭借精湛的演技 俘获了众多影迷的心 你觉得廖凡哪部电影好看呢 细说小编为大家带来了 廖凡最火的十部电影 如白日焰火 师傅江湖儿女让子弹飞一半海水 一半火焰 绿帽子斜不压正等 一起来看看吧 廖凡十大经典电影排行榜 以白日焰火 豆瓣7.6百灵影帝 廖凡电影代表作盘点时 白日焰火无疑是他最重要的作品 没有之一 该片由调一男指导廖凡贵伦美王学斌领先主演 廖凡扮演的张自立曾经是一个刑警支队长 直来直去不善细腻的表达 后他因为受伤被安排到保卫科 这时多年前使他受伤的案件再次浮出 为了获得证据他不得不去接近那个女人 结果全身心都经历了一次情感教育 该片在柏林国际电影节爆冷情的金雄 廖凡更是凭借此片夺得第64届柏林电影节影帝 也是中国内地首位柏林影第二师傅 豆瓣8.2金鸡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师傅也是廖凡电影代表作之一 该片改编由徐浩峰同名中片小说师傅 讲述了南派宗师臣时北上开武馆 由此触发一段民国武林传奇的故事 廖凡在片中饰演南派宗师臣时 他因佛山战乱家破人亡 辗转南洋十三年后来到中华武术的中心天津 一心开武馆却发现心愿 无法达成且性命也很难保全 本片获得金氧奖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等奖项 廖凡也凭借本片提名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三江湖儿女 豆瓣7.6入围第71届嘎那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廖凡主演的电影江湖儿女也是一部必看的佳作 该片由有贾张科指导讲述了巧巧与宾哥跨越17年 历经相爱与背叛分离又重逢的故事 廖凡在片中饰演宾哥 他是大同雄霸一方的江湖浪子 之后因被新势力挑战他和女朋友巧巧背对手 以非法持枪之名弄进了监狱 后来先出狱的宾哥有了新女友 却躲在凤杰对巧巧避而不见 本片入围第71届嘎那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也且提名了金像奖最佳两岸华语电影《四让子弹飞》 豆瓣9.0金洋花奖百年百步优质电影 《让子弹飞》虽然不是廖凡主演的电影 但绝对是廖凡最火的电影之一 讲述了汉匪张慕之摇身一变化名清官 马邦德上任俄成县长 并与镇守俄成的恶霸黄四郎 展开一场激烈争斗的故事 整部电影各种黑色幽默信手拈来 而且演员阵容也空前强大 除了周润发和葛优两位影帝 各种配角也是实力派 廖凡就在片中饰演张慕之手下的得力干将老三 在马斐镇中肩负冲锋陷镇的重任 兴奉爱拼才会赢的生存之道 追求爱情也同样不顾一切奋勇向前 五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廖凡经典电影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是根据王硕的小说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改编的作品 由刘芬斗编导莫小齐廖凡仁达华主演 该片讲述了一一个无情的皮条客王耀宇 纯情少女丽川之间发生的爱恨情仇的故事 虽然电影当中并没有刻意的去 体现一个人的某种特性和品质 但却在种种细节中去体现了演员的细腻感情纠葛 廖凡在片中扮演王耀并凭借感觉提名第四十五届台湾 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六绿帽子 豆瓣七点四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绿帽子也是廖凡电影大全中必提的一部佳作 该片采用了经典的三段式叙事结构 讲述的是一个中年人和一个年轻人 在遇到情侣对自己不忠的时候 所面对的尴尬场景和各自迥异的人生结局 本片在国际上获得了很多奖项 包括纽约崔贝卡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 荷兰路特丹国际电影节参战影片等 廖凡也凭借本片获得了新加坡 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七邪不压正 豆瓣七点零金像奖最佳两岸华语电影提名 廖凡哪部电影最好看 买购小编觉得是邪不压正 该片改编自张北海小说《侠隐》 讲述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前 北平城的《真案时刻》 一个身负大恨自美归国的特工李天然 在国难之时 抵挡重重阴谋上演的一出终极复仇记 在片中江文彭于晏的表演也很优秀 但相信许多人都是对廖凡的表现印象更深刻 八像鸡毛一样非豆瓣七点六非比锡 国际影评人大奖像鸡毛一样非是由孟金辉指导 陈建斌秦海陆廖凡主演的电影 讲述一个失败的诗人遇到了一个孤独的女孩 两人经历了一番情感的波折 开始各自逃离的故事 廖凡在片中扮演男主陈建斌的的好朋友 他的梦想是要把北京人餐桌上的白 鸡蛋全部变成营养更为丰富的黑鸡蛋 他从派出所救出欧阳云飞后 拉他入了火两人一起开始养鸡 本片在当年入围了洛加诺电影节金爆奖 并且获得了香港国际电影节 非比锡国际影评人大奖9《非诚勿扰2》 都罢6.6香港金像奖最佳两岸华语电影提名 《非诚勿扰2》中除了延续给又舒淇的老搭档外 还增加了孙洪雷 姚晨 安以轩 廖凡等新面孔 这让故事比第一部更为完整 角色关系也更加丰富 由于工作荡气相撞冯远征《无缘非2》的拍摄 因此冯导响出了一记妙招索性让建国整容 在借个优之口玩笑到怎么整得跟廖凡似的 一拉二网不但制造了笑料还巧妙地完成了交接 而廖凡在片中的表演更是影片最大的亮点之一 十好奇嗨死猫 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男配角奖提名 廖凡演过的电影中好奇嗨死猫也很值得一看 影片由张一白指导 刘嘉玲 胡君 廖凡 小宋家 林源主演 讲述了重庆的某个高级住宅小区里一对中产夫妻 一个从发廊女到自己开店的女老板 一个年轻保安之间的故事 廖凡在片中扮演社区的保安刘奋斗 他思想和情感都很细腻 最终他被自己的欲望吞噬以至崩溃自杀 凭借该剧廖凡获得了华语电影 传媒大奖最佳男配角奖提名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戏说为您带来视频 排行榜数据网络收集整理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